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 我是一探 那今天呢,在这儿,这几天不是感恩吗,对不对 是的 一回想人生里面,感恩的事情简直是可以太多太多太多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看我们两个这么败坏的人怎么会信主呢 这是应该还蛮奇怪 I'm okay 好了,我败坏的人啦,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啦 对,我这一辈子,别人会觉得说什么 哦,我好像很叛逆,不会怎样 我没有拿过一张罚单 什么罚单 就是我停车罚单我有拿过 然后我只拿过就是包括开车啊,或者是怎样被警察抓 我18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拿过罚单了 那是不是只能证明你开车开的还不错 呃,也是啊,但是就是,好,请说 那你18岁前呢 我18岁前有... 有一些不好的制度 开车吗 不是 是啊 对 哎呀,那这个我们下节目好好聊 哈哈哈 哎呦,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呢 一会儿录完了跟我讲讲啊 OK,好 对,那我们就在这边呢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最打动我们两个人的经文 那当然我的跟他是不一样啊 就是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感觉最感动 或感触最深的一个经文是什么吧 你的是... 先从我开始吗 先从你开始吗 我怕我的太好,然后你不敢讲 圣经里面哪有一句话不好的呢 我的是诗篇97章第10节 OK,我这边是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了 Let those who love the Lord hate evil For He guards the life of His faithful ones And deliver them from the hands of the wicked 那中文呢是 爱耶和华的人都要憎恨罪恶 因为他保护近前的人的生命 从恶人手中拯救他们 这个经文其实还算是蛮严肃的一个经文 对,我这人就是一个属于比较严肃的人 是吗? 这就是感觉又严肃又正直的那种经文 你觉得他是怎么会打动你 一般人来讲可能是神的爱的这种经文 会打动的会比较多吧 你怎么会是这种? 对,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当中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爱耶和华的人 你爱神的人的话 你就是一定要憎恨罪恶 我们很多教会在那边讨论说什么 你不要恨 你don't get offended 不要生气 不要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圣经上面并不是这个样子说的 圣经上面说 你如果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话 你是要生气的 你是要动怒的 如果说你看到邪恶的事情发生的话 你是要站起来的 你是要为需要帮助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不是说什么只给他钱 而是给他们机会 赶快告诉他们事实 不是像我打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 像说同性恋的东西 我们好多东西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爱同性恋的人 我们要爱同性恋的人 我们要包容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但是我们不能变得跟他一样 当他说出不正确的事情 不符合圣经的事情 不符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说你东西是错的 但很多教会不敢去做这件事情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跑去一个左派的教会 然后就说什么 他还出书 然后说神帮我找到了我的性别 然后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 神跟我说my son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个男的 This is so stupid This is wrong 神要是跟我讲my son 我也不会觉得我是个男的啊 而且你听到的那个声音 到底是什么 你不是说什么东西你都接受 我觉得说要憎恨罪恶 这几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神会保护近前的人 然后还有他们的生命 然后从恶人的手中拯救他们 我觉得当一个基督徒 如果说你不憎恨罪恶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当基督徒 你随便当个什么佛教都可以 和尚嘛 你就再去上山就好了 开开开开 我这辈子做什么东西 没关系我下辈子再怎样怎样就好了 一切都是这个嘛 但是如果说你是基督徒的话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说 神的圣经这本书 是有任何意义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憎恨罪恶 你就不能接受罪恶 你不能接受罪 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发芽 所以说我觉得这句话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当时信譜大概是多少 我大概是差不多一年六个月吧 因为我在猜啦 因为这是诗篇当中间 那我是一年读完圣经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时候 或者是信譜四五个月的时候之类的 就差不多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是那个时候看到这 然后你是觉得说 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正义 然后作为基督徒有这样一个责任 对 因为不然你之前都觉得说 基督徒就是一群很包容的人啊 就好像说这帮人善良 就不知道到底在善良的什么 对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我爸其实也是很反对的 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他觉得我本性就是很善良 然后很容易被人骗的这种 所以他就想说完了那这不完了吗 这一信主那就根本就会变得更傻 就是就是会无限制的去善良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到底要怎么善良 然后什么叫善良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去讨论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的整个属灵的这个生命 全部都建在这一个经文的上面 就是包括说你要怎么要划清你的boundary 你的底线要划得很清楚 你在底线之外你要做什么随便 你不干我的事 但是你只要一踩到我的底线的话 我就一定要反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东西就是你如果说就是对我邪恶的话 那我就是一定要 也不是说邪恶回去 你毛泽东啊你啊 但是 反正就是基督徒到底线 然后你不能就是什么都接受 什么都接受的话 你就跟一般的人没什么差 因为说实话那样其实就不是爱 如果你要说同性恋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当然欢迎所有类型的人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当然去爱每一个人 这个是很正常 不管你是同性恋 不管你是变形人 不管你身份是什么 神的爱都是一样的嘛 但是如果说要是他来了之后 你不把真理告诉他 你不把神的审判告诉他 不是你就告诉他说同性恋好啊 我给你鼓掌啊 我跟你讲 等到神审判那一天 他会要去哪里 你这个是完全对他不负责任 你是对他欺骗的一种态度 因为你告诉他说你这样是得救了 他如果要是被吓到地狱里面 你这个责任要担保 你要怎么负得起 你如果要是搞了一个教会的同性恋 然后就说神爱我们 神到同性恋你永远不谈神的审判 到时候他们全部都下到地狱里面 这个责任谁要担 因为你没有跟他们讲实话 他们没有得到永生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骗了他们了 没错 而且我觉得有太多基督教的牧师 分不清楚底线 然后会滥用爱这个字 我前一阵子读到了一个文章 是New York Post 他是摩门教的一对夫妻 对我们来讲是异端 那个老公是个同性恋 我知道你说那个 你知道 那个文章上面就写说 他很爱他的老公 他老公也很爱他 然后他们有两个小孩 然后他们就interview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就说 我一直在压抑我的 就是对于性的渴望 然后我很爱我的老婆 我很爱我的小孩 我很爱我的家 这个让我的人生感到满足 I have a full life 然后他可以很确定就是 摩门教说 他不能跟那个男的结婚或是怎样 所以说他们一定要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只承认这个样子的婚礼 然后他为了要遵守这个样子的教义 所以说他们就在一起 然后他们本来就是好的朋友 然后也就是很谈的来 然后各方面都很好 其实这个男的就是对男生有莫名的渴望 然后他上面就讲说你的这些欲望 都是可以被压抑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你的欲望了之后 你就会变得满足 而是依靠 他们是摩门精 他说依靠神的话 然后他们才可以得到满足 然后他现在他觉得 他现在得到的满足 并不是一个性爱 然后跟男生在一起就可以得到 那我觉得 连他们 连异端 都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都可以对神的信心超过于他们的欲望 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 你就会觉得说 基督徒还有这些教会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到底在纵容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东西 我不是说我们要跟异端学习 但这东西是你应该要知道的 圣经上面就是这么说的 对就是不能曲解神的话 你如果要是不谈神的审判 神的爱在哪里 这个东西一定是有界限的 而且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真的不能骗人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的下场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要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的确是可以靠着神来得胜的 然后不要让自己的身体跟灵魂落到地狱里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作为基督徒真的不能骗人 看到这样的人呢 用爱心用诚实去对待他们 慢慢慢慢神的话语交道给他们 让他们靠着神能够站立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诶 Eason你想不想去旅游啊? 想啊 听说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政府从11月1号重新开启了旅游大门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 真的啊 好啊 那我们就要找一家行程最棒的旅游公司啊 我知道 我推荐洛杉矶唯一专精圣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加南美帝旅游 他们在三月份有一个圣地之旅 去以色列圣经中提到的重要景点 耶路撒冷的枯墙 耶稣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坐船由加利利湖 住在死海度假酒店享受漂浮的乐趣 去圣地旅游回来之后 好多人都说 哇哦我看圣经变成彩色立体的了 而且加南美帝旅游公司这次行程会带大家去埃及的开罗 去一趟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经过的 马拉乙林和奇骆驼登上西奈山 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凯撒林修道院 并且还去参观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华尼罗河游轮 一边看夜景一边吃晚餐 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详细资料 请和加南美帝旅游的Pamela或者是Wendy联络 电话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 AI NEWS的观众朋友有优惠哦 那你的呢 嗯 我们讲了这么多我的 我的经文哈 我的经文呢是 这个我当时受洗的时候 然后牧师送我一本圣经嘛 然后牧师写在圣经的第一页上面一句话哈 这是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哎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事情啊 我一看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说 哦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刚受洗完嘛 那个时候 因为其实在在我人生以前呢 就是 呃一直都遭受很多莫名其妙的痛苦了 好 这个我们下节目的时候 你也好好跟我讲 哈哈哈哈哈哈 有很多事情是很复杂哈 但是我一看到这句话 就是感觉是有希望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哦 原来以前一切的事情都一笔勾销 然后永远都不算数了 然后我跟神在一起之后 以后一切就是一个崭新的生活 就从今天这个节点就开始 然后我就是有我新的人生 对吧 还要哭了 好感动哦 这个经文 对 对 那 那 那请问就是你受洗了之后 当了基督徒之后 嗯 你有什么就是对你生命中觉得最大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呢 哦 其实有蛮多改变 但是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在受洗之前 其实是一直受那个抑郁症的困扰吧 所以 这一点很奇怪的就是 因为我之前 没信住之前 我一直想去找心理医生 但心理医生 应该蛮贵的吧 因为听说很多人都说什么 按小时做钱 我才不要花钱 在这些东西上面来 我赚多少钱 我平时要一个小时给他几百块 然后让他听我 听我讲我那些乱七八糟事 他说我要是背后在八卦的呢 哎今天有个病人我跟你讲 是不是 你知道吗 就是而且我也并不是很相信 人和药物能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你心里就是有那些重担 你没有办法去释怀嘛 然后你有无力去对抗 你不知道怎么办 去解决那个东西 所以 最明显就是我一到教会里面 那个喜乐马上充满我 是我之前人生基本上都没有的东西 而且你知道就好像说 你的这一个心呢 一直都被一个乌云笼罩的东西在哪 就好像说有时候你也会笑 但那个笑是很暂时的 就是你 也没你那么假了 但是就是蛮暂时的东西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一接受神啊 好像神就是一下把那个心上面 所有的阴霾全部都吹开 然后就感觉一切都变得明亮起来 然后我终于可以很真实的去 有各种感觉都是很真实的感觉 那个感觉是非常奇怪的 很多人好像嘴巴说不出来 然后很多人不能理解 但是对于我来讲 是觉得非常奇怪的 就好像你永远天都是阴的 突然有一天太阳出来了 然后那个乌云就再也没回来 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觉 我当时就在想 真的有神啊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 除了神之外 没人能做 这不是什么心理医生或者药物 或者是你去拜一拜 然后去杆杆鬼 就能解决的事情 不是 我当时就觉得很神奇 对就像我心主之后呢 你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我好像一直都是个还比较正义的人 是 就是好像从小到大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义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 很多事情的观点 我跟很多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那就比如说有人觉得说 上小学的时候 他们就去说 痛拿父母一两块钱怎么样 就是那有什么 因为我想吃东西 我可以痛拿一两块钱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很小很小的事了 但是我就完全不会去做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义的人 我们上次去那个培林会 是 然后我们就是去遇到一个人 最后的时候我说 那我明天见啊 因为明天还有嘛 就他马上就说 你不能跟别人这样说 你明天会来吗 我说大概不会 那你就不可以骗人 你这样的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 你一定要这边这边 我就想说 OK OK Yeah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 就是所有的正义的这个 我这句经文给你好了 你不要在乎正义 我错了好不好 你那个经文我也很喜欢 但是你能明白吗 就是说如果说作为基础的话 你是可以理解我 你知道吗 但是在世界里的话 你这种行为 其实是不会被人理解的 就他们觉得你有病啊 就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就是有一种 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学校说不让带钱去学校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说不可以带钱来学校 我就真的一分钱都不带 OK 然后我们有同学下课的时候 从兜里掏出五块钱 我说你怎么带钱啊 然后他说怎么呢 我说学校说不让带钱呢 他说那我就带啊怎样 他就是 我后来就发现是蛮正常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都带钱 可是老师就明明讲说不可以带钱 所以特别听话 对所以有一天我爸跟我说 说你中午放去回家 帮我买身酱油 我说学校说不让带钱 我还说 那你带来谁知道呢 我说可是老师说了不可以带钱呢 我爸说那你 我说那我就中午回家 我回家再拿钱我再去啊 对所以就是以前我做很多这种事情 不被人理解了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有病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但信主了之后 我好像对这些东西 就找到了一个根基 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好像别人以前这说我 我就会有点心虚 我说好像也是啊 就没人会知道啊 那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好像大家都这样做啊 那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我不愿意这样做 但是我又找不到一个理由 但现在呢就是信主之后 我就找到理由 就是我知道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因为律法都刻在你的心里 对啊 就好像心理事会不知道 但是我就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是那么一个听话的人 对 但是现在我就大概知道说 噢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做就是不能做之类的 对啊 还是可以在以前去学教啊 对啊 这已经超过了那个政治 所以当时我信主的时候 我爸好担心啊 他说妈呀 就是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很傻的人了 那信主的时候又怎么办 上小学的时候就是会有交过一句话嘛 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大家一般听一听就算了吧 我把这句话记得好清楚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我会想到说哦 如果我要这样对他讲这个话的话 那如果要对我讲我不想要听 所以我就不会这样去对别人 所以就是会傻得太实在 但是现在信主之后就会发现说 原来做每一个事情都有标准 那个标准就是圣经 我只要按照神说的话 圣经说的话去做 就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哪怕很多人对我可能眼光不一样 就觉得说啊这人太傻了 或者这人有病啊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不需要去在意他们怎么看我 我只要在意神怎么看我 就是神让我干嘛 我就干嘛 那就是肯定是对的嘛 好那感谢大家来听我们两个最喜欢的经节 对啊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们的最喜欢的经节是哪一个 然后改变你人生的经节是哪一个 读到圣经读到一个什么地步的时候 你觉得说 哇这句话真的是对我的一生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然后呢也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 然后到我们 让我们感恩一下 请帮我们买一杯咖啡 好了那在这里 祝大家每个人都平安喜乐 真的还满想知道说 最打动你的经文是什么 在下面的留言区可以分享你的故事 可以分享你的经节 让大家都来看一下说 哇原来神的话语是这么样的有能力 而且神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 是给我们不同的经节 让我们有感动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真的蛮奇妙的 我们两个的经节就是完全不是一种类型 是完全不同种类型 对 是啊 那我也很好奇大家的经节到底是什么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